大家好,我是摩洛哥华侨小杨 最近汽车产业有两个消息 一个是特斯拉股价暴跌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比亚迪汽车发展得很好 咱们主要讲讲这两个问题 有人说特斯拉在零售价格上根据不同的车型降价高达8000块钱 而且交车的时间从上个月开始已经至少缩短了四次 最短交车时间仅仅为一周 而且只要你买车就送8000块钱返利 但是资本市场不买账 10月3号收盘 这个特斯拉股价暴跌8.61% 市值一夜就之间就蒸发了5100亿元 而另一个消息来于比亚迪 今年9月比亚迪的销量突破20万 同年增长了249 这个数据可以说傲视群雄 比亚迪从月销10万到20万 仅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大家都看得出来 就是特斯拉的汽车卖的没有咱们比亚迪的汽车好了 怎么原因呢 有人说这个特斯拉股价的暴跌来源于他对俄罗斯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其实颠倒了 应该讲因为他的收益不是很好 所以呢 造成了股价暴跌 然后呢 特斯拉这个马斯克呢 来了这样一些话 给自己圆长而已 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 主要的车辆都是在中国 中国商产 中国销售 在这种下 他支持俄罗斯 对于中国来讲没有什么 但如果他支持美国那中国可能就不那么高兴了 这个不是咱今天要讲的 市场里的熊市 表面看来是冷冰冰的数字 熊市里肯定画大饼的人多了去了 但是任何人都会看到一个现实 就是你的销售额是不是很好 你的销售额如果不好了 那自然就会反映到股市上 大家可以在你最开始的时候 让你画大饼吹个泡泡 让大家把钱投进来 但是随着你的经营 如果仍然没有什么起色 那就不好说了 你比如特斯拉2020年开始时 美股牛市中最大的龙头品牌 股市从20多一路冲到414 这时候说白了 积累了大量的泡沫 可是呢 你市场在发展当中 你流动性吃起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呀 首先要把你的泡沫挤干净 你的发展如果遇到了瓶颈 你的交付量开始降低 产量又不变的话 那么你的业绩就到头了 摸到天花板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资本市场还是看中业绩的 自然你的股价就跟着往下跑 你的这个估值也会慢慢的 随着泡沫的破裂 逐渐的回归他本来的面目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马斯克前两天 展示了一个机器人 应该讲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从台阶上啪往下跳了一下 跳完之后还稳稳当当的 说明他这机器人的整个电机的传动系统 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并没有改变这个股价下跌 因为毕竟大家还是不相信画大饼的 你开始画大饼的时候呢 是因为大家给你一个发展的机遇 就像我们怀孕之后 这个怀孕的过程 得看到你肚子大了 我们知道你怀孕了 才继续给你吃的好的喝的好的 你要是说我在怀孕八个月了 那肚子没动静 那人家就不会相信你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你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突飞猛进 这对于特斯拉说形成了巨大压力 你像比亚迪在八月底的电话会议上 就说了现在比亚迪手里还有七十万辆的订单 新车交付周期已经是四五个月以后了 说真的真有点像那个时代的华为 华为那边发展也是蹭蹭的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中国的实力在那摆着呢 我们很多的基础性的产业都有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发展 每一个环节上的产品的质量 包括价格都是最低的 你只有价格低的情况下 质量好的情况下 那么上游的厂家 下游的厂家才会买你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 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满大街跑的网约车 出租车 电动大巴 哎 你看哦 我们国产的汽车 哎 大家对品牌的信心增强了 那么这个车辆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和稳定 毕竟技术这东西就跟打枪在的 你得多练 你只有这个车辆天天在马路上跑 是骡子是马拉船溜溜 经得起市场检验才能治最好的东西 现在的比亚迪 你可以说他还有一些低端车 但是呢 应该讲高端车已经有了 而且咱们中国人的消费力也达得到 30万买辆国产车 你要在过去 那你神经病 但是现在来讲 稀松平常的事 比如销量卖风的比亚迪汉 一个月卖出了3万1000多辆车 价格区间在21万到33万 比亚迪的中高端的产品 在销售方面是得到大家认可和接受的 满大街已经开始跑比亚迪车了 老司机们也开始看到比亚迪光辉的一面了 中国车呢 开始呢 想围剿的就是特斯拉 大家都追着他屁股后跑 结果呢 我们中国追着特斯拉跑的话 特斯拉人家背后有欧美的财团的支持 所以他应该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所以呢他还能活着 但是我们中国追特斯拉的结果呢 和日本韩国欧美的打得够呛 为什么呢 他们的车都是早期的燃油这方面的车 他们搞这种电动的车技术不过硬 而且当时的日本搞的哪方面车比较多呢 轻能源车比较多 他们当时搞想搞这个轻能源环保的辆车 结果没搞起来 全赔进去了 这两年呢 终于想通了 跟中国合作 原先呢 想自己干 现在呢 自打中国的冬奥会之后 中国冬奥会还用的日本的轻能车 现在中国的也有轻能车 技术来自于日本 但是其他的车辆呢 那就甭说了 干嘛卖的不好 而且他的车辆呢 也老旧款式也不行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 有一个方田工作的小伙子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拆比亚迪 日本一方工匠老头子 天天在厂子里研究中国的电动汽车 之前有消息说呢 有一个汽车联合会 日本的几个车企凑一块 买了辆五菱红光 各路专家都过来呀 把这个红光迷你车呀 拆的七零八落 搞清楚 为什么这辆车值三万块 怎么那么便宜呢 你也甭研究了 我告诉你 中国传产业链的结果 每个细节 每个零件都比你便宜 存在一起的汽车 能会比你贵吗 从这角来说 中国的发展 趋势就是一个国产化的趋势 慢慢的我相信中国的汽车 也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 相信未来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车 发展的越来越好 中国汽车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一个根本原因 其实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全产业链的一个原因 中国有自己的模式来扶植本国的产业 你像最早日本的彩电进入中国市场之后 中国呢 一点一点 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替换日本的产品 到最后 经过十来年的一个发展之后 整个这个彩电 除了名字叫日本彩电以外 整个原件全部被国产化了 然后我们出了自己的彩电 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么我们请马斯克过来 给了他很多税收上的优惠 给了他很多方面 目的就是同样的套路 你马斯克在中国发展和中国企业进行 那个官方进行对赌 什么对赌呢 就是你销售的汽车要使用中国的零件 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这辆美国牌的马斯克汽车 里边的原件全部是国产的 就是马斯克牌的美国汽车中国化 有的才叫中国化 中国化这个词非常好 我觉得你非常能够说明 中国这个市场化的作用 那么类似的现象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比亚迪发展 你比如比亚迪在欧洲的销售 如果算上汇率的话 实际上它的价格是比国内还贵一倍的 这样的价格应该讲和德国的宝马呀 大众可能都价格都差不多了 那么第一阶段合作的国家 有德国英国法国荷兰 除了在销售端 比亚迪还集体和租车公司进行合作 像新西兰那边已经谈下来了 10月4号又和欧洲一间大型的汽车租赁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 未来的六年欧洲将有10万辆新能源汽车 所以呢我觉得比亚迪发展前景还是一片大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比亚迪的股价吧 可能有人说比亚迪的股价最近好像还跌了呢 其实呢股价本身呢有三个内核 第一个是公司本身的价值 第二呢就是公司杨利的预期 第三呢就是市场给出的溢价 也就是牛市里面大家买买买炒高的价格 比如比亚迪从2020年的1月份开始 从47块钱一路飙升到今年6月份的358元的最高价 这本身既有业绩的高增长 同时也有预期业绩提升给的高溢价 也就是说我们才说的炒作出来的泡沫 那么这里呢自然就会有一些炒家 包括一些的投机商 他们呢进行套现 股价提前透支了未来的业绩 所以在市场整体大魂径下不好的时候 肯定有人出来挤这个泡沫 价格也就会来下来 我相信如果比亚迪的汽车继续卖的很好 后期市场一定会重新走高 钱就会又回来的 现在比亚迪为首的国产品牌 真的突飞猛进 以前那些个布斯进取 还想吃那个韭菜的国外品牌 以及欧洲的品牌 慢慢的就会尝到苦果 我相信那个我们中国一定会像打败日本彩电一样 我相信我们中国会用自己的路来开拓 我相信中国会有自己的办法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 最终能够把我们的车卖向全世界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